这是一本客家童谣绘本 我们要念其中一段童谣 拿起一本客家绘本用客家画朗读 位在中刚会馆一楼的好客阅读书展中 展出许多客家绘本诗集和客家文学等书籍 用客语朗读诗句更能够感受客家文学之美 这本像是客家的话你看 亲子之间更多的属于客语的交流 透过阅读或是朗诵客语绘本或是客语诗集 都是可以提升自己对文字的优美的一个感受 2022南国阅读课系列活动中 还安排好书漫读课新书导读活动 包括文学奖的文坛新秀 和台湾文学禁典奖入为作品 书展中也展出许多客家文学大师的作品 我们高雄的珍贵海医师也刚好在二瓜多得到国际诗人奖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刚好就可以呼应我们整个客家文化跟客家书籍 跟客家的诗籍 还有郑久明医师也得到了我们的台湾文学奖的金曲奖 那这一些奖项呢让我们也想来呈现给各位朋友 另外在好茶浩课活动中邀请料理风土作家分享客家茶饮 加上城市书店店长清烘的咖啡香 让南国阅读客借由饮食探索地方记忆 身心满足阅读经验和情感 接下来11月26号我们会在我们城市书店 就是现在书展这个场域呢 除了书展以外还会有冲咖啡喝香草茶 还有讲座活动 初冬暖阳正是阅读的好时节 高雄市客委会和客家文化事务基金会 推出南国阅读客将生活中的五感体验连结书香 品味客家不一样的书香世界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